這正確的見證你可以拍桌子 然後我這邊再繼續往下走啦 就是說講到 剛剛國慶哥已經講到火車事件 這一次泰魯閣跟加拉之前普悠瑪世界 大家都在講說台鐵的問題啊 他台鐵的文化真的是 積息難改 或是裡面有很很深很深的 大家可能進去一下子很難改革的狀況 所以拋出了很多 包括要什麼公私化 或是民營等等的議題 然後呢我們看到蔡總統 當然他有去慰問傷者 慰問罹難者的家屬 然後呢然後就沒有 然後就出現了這一篇的 我先來找一下這一篇的貼文啊 這個是蔡總統的貼文 好沒關係我現在一下子看不到 但是這個是亞洲週刊想的 就是呢蔡總統在前兩天 大家講說到底是49名死者 還是50名死者 那時候還沒有很確定的時候 等於說還有一個人的身份 未明的時候 蔡總統在關心什麼 火車撞擊 蔡總統關心他的觸擊 觸擊率啊 哎我覺得國進哥很諷刺喔 民眾要跟你陳情 要跟你反映民意的時候 叫軍警把你隔得圓圓的 我不要看到他 可是回過頭來你告訴我說 大家要來加我的IG啊 加我的臉書加我的LINE啊 你要聽我講話嘛 我告訴你東西 他在意的是這個點啊 啊但是就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才沒過多久了 你已經在在意你自己是不是個 高人氣的網紅 我們覺得他的溫度到底是不是 感測器有問題啊 他很在意 他很在意在網路上的聲量 跟大家對他的擁護度 嗯 他也喜歡到 特定的每一個場所都是 大家都笑咪咪的在歡迎他 只要是笑咪咪的OK 他是省一樣 他讓大家覺得他 他就是自己就覺得哎 你看我改造了歷史創造歷史 我從一個國民黨的官員 當一個陸委會主委 當民進黨陸委會到立法委員 行政院到總統 就一個女性人士來講 他覺得全天下女性 他算最典範了 對啊他很多雜誌 國外雜誌 他很在意他的那個 那個網路的聲量 他的個性我了解 我當他特助當了幾年 啊可是我跟他當同事 後來之後他選上了主席 我又去當他特助 那你真的很瞭解他 我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是坐我前面位置 他其實他跟社會 他不要出社會啦 社會輸他們說比較慢 他也存在了很多好奇 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講這個笑話啦 在開會之前 我們都一群大男人 會到我的位置來 他也會跑去哪裡 去哪裡喝消息 什麼事情 都會閒話家常嘛 都說錯誤會說 那個 幹活啦 他很好奇他會 把那個頭往後 脖子往後聽我們在講什麼 那時候的蔡立委會聽 蔡立委 蠻好奇的 到底你們這些藍人都在看什麼 怎麼講到一些話說 大家這麼高興這麼快樂 他其實蠻好奇的 蠻好奇的 但是 他的一生真的 現在即使變來變去 我們不要去質疑他啦 他當初當入委會主委的時候 不是說兩岸 終究還是走向統一的道路 因為我們同民族 我們同語言 同民俗方式 所以兩岸畢竟走向統一之路 那現在叫他再講一次 多麼可憐吧 對啊 啊以前他在抗爭的時候 聽到氣笛聲他很爽 他覺得昂首邁步 後面有一大群部隊 吸氣挺胸 那現在聽到氣笛聲 他就覺得很刺耳 很刺耳 這個人的變化 我覺得也 劣根性也不是只有他這樣啊 或許是我林國慶 我也會變成這樣 或許說到那個權力的位置 可是大家覺得說 好你到那個權力的位置會變 可是有一個不變 大家覺得一來很冷冰冰 二來你怎麼樣都是在讀稿 就是什麼樣的檢討報告讀稿 然後死傷家屬 然後慰問什麼 怎麼都讀稿 大家就會很奇怪 啊你這個特助 然後前同事 他到底為什麼 這麼在意讀稿這件事情 我跟你說 因為他為什麼要讀稿 我們以前在大型的演講會小型的 都要一台電視視鏡頭大的 在前面 那稿子都是幕僚先寫好的 那因為他閩南語 台語不能回答 小英台語不能回答 你知道我第一次見小英是什麼時候 我參選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時任陸委會主委 我都還不認識這個人 他去要去演講 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沒有在媒體 對他比較在學界嘛 對在學界 他來說啊 我是 蔡主委 因為有收到通知說他要來站台嘛 第一次去我那邊站台 真的非常深色分散 你就覺得一個學者從政然後來站台 結果他是演講第一個 演講第一個 第一個算是好還是說來做軟場的 演講第一個是上面對我的交代有派一個部會首長去給你演講 但是在地方大家連聽過他 都沒有聽過也沒有見過他都不認識他嘛 就在軟場的時候他就去演講 英格利虛菜 對對對 那時候他也很少去演講 所以他的印象也蠻深刻的 他每一次我們在立法院同事都會問說 你老婆現在好嗎 這次是幹什麼 他還會問啦 啊其實他是因為 不要說萬人技啦 就養成那個習慣說他可能 不會講 不會講他要看 那你一定要用國語去表達 那用國語表達的話就是要靠學的嘛 那你要用國語 台語拍下吧 他又翻那個 他就瞎監視 瞎監視變成他就會有依賴性 都要靠獨稿機要幕僚寫 但是他現在我們老實說啦 有進步很多了啦 這樣已經進步很多了 可是大家 他就覺得雙腦筋說怎麼會這樣 他ABC的吧 他根本萬人技 我們這個說的台語啦 其實台語就是萬人技 但是萬人技 沒什麼話要講 那他對那個時局的掌控 掌控度也不是那麼敏感的 那個時候其實他是被拱出來的啦 對就是我民進黨到谷底 我還有一個 旅遊書洩 色彩不鮮明 然後這樣子上 對啊就是旅遊書洩2008年 為了要爭取總統提名 不是打到可以買廣告嗎 自己自己黨內在競爭台買廣告在互打 對 旅遊書洩 那後來輸了嘛 對 輸了之後 這個如果要選出席 這個如果要選出席 啊就有人講 講蔡英文說形象清新 啊派系可以接受 啊又可以掌控 這不就是感冒 重點是他可以掌控 啊這乖乖派 派系可以掌控 啊所以 欸 幾個派系好啊 啊不然就支持他 欸 真正動算 那動算開始 他就學得強勢了喔 啊對 他現在比誰都還硬欸 他開會很強勢喔 等一下再讓國慶哥先喝口水 因為這個觸及下降 亞洲週刊就說這個是 執政無能啊 這個注音是這樣子 大家在看啊 關心他自己要對人家宣傳的 觸及下降 但是 大家要跟他講話 隔得遠遠的 我不喜歡聽到你們講話 就是說 你去加他LINE加他IG加他YT 你看我在講什麼就好 我不要聽你在講什麼 看起來蔡總統是這樣子啦 然後呢 這一張 其實 你說 剛才國慶大哥有講到 蔡英文現在變得很硬嘛 尤其這一張很關鍵是 明星最冷漠 最感受不到明星的狀況 就是這一張了 這一張是我的頭 對 這個就是 林國慶大哥 為什麼把這黨政撕掉 不要了 這個是在2018年 如果我沒記錯在嘉義吧 823 對823水戰 823炮戰 炮戰 你看啊 民眾啊 騎著腳踏車 這已經在半個車輪高了 射水 走路 大家在想的是怎麼整理家園 那積水這樣子 蔡總統這個雲爆假設一過去 啪 水又噴起來 然後看著大家 哎呦你們好辛苦 高高在上 所以讓你國慶哥 最主要是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 揮手致意 還戴面戴微笑 那跟他選舉啊 跟他在選舉一樣啊 我是嘉義子弟 啊我跟他的情感 跟他的革命情感 也非一天兩天 對 我覺得 你要苦名所苦 你當上了大位之後 你應該來是要 感受到民眾的辛苦 你要 涉水一起走下去 嗯 穿個青花裝嘛 正常是這樣嘛 阿彬總統 家裡大陰水的時候 他也是穿花裝穿的 我走在他旁邊就走 不要說 不要不要說一般這個政治人物 你應該要這樣做 我下一張就會給你看 我那時候在哪裡 等一下 這個我就在隔壁村 掌潭村 沿成這樣子 延至嘉義 就沿成這樣子嘛 啊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記者的 做主播的 知道要下去 知道才知道有多生 人家多辛苦 你做政治人物 你做人家總統的不知道 就在那邊 坐雲爆假車 你說到這個掌潭村啦 其實我最沒辦法接受的是 第一小英總統去到那邊 坐著雲爆車 對 哪一個玩八蛋 哪一個笨蛋 哪一個壞蛋 安排請他上去做的 不知道 他真的沒有這麼政治敏感度嗎 是啊 大家知道民眾在走在水裡面 這個是水深火熱 對 那他們有辦法出去外面吃飯嗎 沒有辦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 真的沒辦法 結果總統來之後 村長發了160顆便當 160顆 村長發160顆 對對對 馬上去處理嘛 那我請教各位 160顆便當明顯就不夠了 那村長怎麼發 村長是不是坐著橡皮亭 對 那這盒 許甫 這次有天花 來 你家幾個三顆 等去你 三顆給你 帶華船過去 阿尾 選機都說我的牌尾 來 瀉得過跟跳過 那不然一百多顆怎麼發 對啊 這個深多粥少 對啊 那你怎麼發 你連政府機關 連一個野戰廚房都沒辦法馬上去 成立野戰廚房來煮給這些地方吃 讓他們煮得好像沒有 我馬上去找 有一家旺妖姬 旺妖姬 而且還是在山區哦 山區要送到這個是海邊 對啊 問題問題 海邊泡煮啦 冬酒啦 北地都飲水嘛 自助餐啦 做菜都沒開啦 我馬上去買400顆 我去買400顆 你買400顆 總統發160顆 我400顆再附加10萬現金 要做什麼 我給他們 水退了之後 買掃把 買本機 買漂白水 清理家園 400顆 還好那個 翁妖姬老闆知道我是要去捐給他們的 他說這條錢沒有 賣什麼 啊 我不知道這樣沒有 我補10萬 給他們有錢吃 也有本到掃秀 漂白水他整理家園 嗯 那就送過去給他們 透過 那個 呃 議員 黃 黃營軍議員 拿這條錢轉去給他們 那兩天我就很難過 我說 連這個事情就沒辦法做好 你野戰廚房馬上處理 你要一天做2000個便當也不是問題啊 啊你給那些人沒有便當湯吃 啊有的量 還要怎麼救 啊又看到他笑咪咪 我那天真的我也搞不清楚我為什麼那麼衝動 我就覺得說 民進黨執政之後我只要坐計程車 因為我那時候還在台北 綠色和平廣播電台 我在那邊主持了8年 足足8年 我只要坐上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聽到我的聲音 哎 你國憲啊 大家都認識 開始怨聲載道 啊你也給小英說一下 啊你也給小英說一下 這個是最貼近民意的聲音啊 啊你也給小英說一下 啊還有啊 那時候要經改 把公務人員退休下來打成米蟲 打成米蟲 對這一些人也是蠻傷害的 一輩子奉獻給國家 你要改制度沒關係 前面的你給人家的條件要做 是啊你講好的要做到嘛 今天我一家工廠 我要給你的退休金 等到你要退休 我跟你說這咱公司是你賣的 好不然一半就好了好不好 你一定沒有啊 我有一半啊 啊我做30年我也沒有做一半啊 啊對啊 啊所以說你會不完嘛 啊不完抗爭正常嘛 啊抗爭就像假跌倒的 你看假跌倒的 就把你抓起來 這個光槍走板的程度真的 啊這個假跌倒是這幾天發生了 對在兩天 那時候還知道我這個手機 我都很討厭 那就我走到哪裡都是幫民進黨 在插屁股 幫民進黨在解釋 說啊說我們沒有背離人民 我們也希望都沒有啦 長期的在幫民進黨 在解釋給這一些支持者聽 後來遇到這個狀況 我才發覺真的變了 嗯變得我不認識 變得很可怕 變得可以揮手致意笑咪咪 沒有把人民的苦放在心裡 所以那一天我直播我就 我隨身攜帶黨政 我就拿起來用剪刀剪掉 在直播當中剪掉 現在也幾十萬人有看到那一段影片 我就剪掉 比你的那個剛剛單曲一百七十萬 少一點點 對那你知道嗎 剪那個黨政的時候 我多沉痛 我的感情還在 我的理念跟他們以前的理念 都是大家的 而且蔡英文還是你的 同事也是你的特助跟他老闆 我沒有收他薪水囉 我是義務特助啊 我知道民進黨沒有錢啊 我沒有領薪的沒有資薪的 結果那個黨政撿了之後 我變成民進黨的歷史罪人 開始用網軍在我的直播當中 罵我入罵攻擊 背棍 什麼叫背棍 一直罵我中國慶 啊我就是被中國洗腦 我是拿中國好處 我選舉都是拿中國的錢 他可以把你打到 人格破滅 真的網軍這種力量真的太恐怖了 國慶哥 今天事故已經將近三年了 我剛才看你講話還是很激動 看到這張照片還是很有感 不過你剛才講到網軍 我就要講的這一次 包含你剛才提到台鐵 包含這一次 這兩天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哎人家說網軍治國不是開玩笑 我們以為的網軍就是說你買一些假帳號啦 或是什麼在網路上 就是在PTT帶一些風向 那個就算了 或是什麼 什麼側翼團體這樣 哎不是 原來這台鐵這次的事件 大家把這兩件事都在一起 一開始的時候說 本案是本局工程程纜商工程車招貨 然後等等等等建議 把這個責任導向監照 降低本局負貧 大家講說 這是哪一個局裡面的人在講 後來發現不是呢 春露這個名字出來了 雖然我不知道寫這一段的人 是不是春露裡面的人 但是說春露這家公司 就是當初農委會有委託 我請他們幫他們操盤說什麼選舉啦 不是選舉啦 什麼宣傳政策啦 然後帶風向等等 現在原來這兩年春露到了台鐵去 所以剛剛國慶哥講的網軍真的是 你想跟網軍現在關聯越來越深啊 我說今天網軍這個東西 是真的把社會的一種公理正義都帶偏了 因為網軍他是一個團體一個組織喔 他是一個團體喔 他可以呼喚哎有幾個網軍頭呼喚 哎現在林國慶上面喔 我們的網軍在跟他們的支持者在對戰 在對戰趕快支援 就進來就一大票 馬上進來一大票開始 那在網路上面就是靠聲量嘛 這邊聲量比較多正面的比較多 那就負面的這邊當然就包開了 他就不敢講他就不敢講啦 因為上去都被 風電跟金斯斯斯心理嘛 所以這是一種 就好像 蝗蟲齁 整棍的啦 就掃過就是給你扛的啦 就是一下子哇整身都被抓 啊你你你覺得這些網軍 他們怎麼過日子 難不他們每天都躲在家裡吃泡麵 然後就是對啊 對政治很有感 建物提錢給他們 啊給他們去做這些工作 啊你不能動作說幾十萬沒什麼呢 哎你拿著說建物提錢不對 是我們拿錢給政府 政府拿錢給他們 那政府也他也編列預算啊 通常說什麼行銷啊管理顧問啊 他每期一名是形象行銷 啊業務推展 業務推展啊這個也是推展啊 他只要做一個圖文 啊說幾句嘛 業務推展啊 啊你不要看一個單位幾十萬 你知道全台灣政府機關 從中央機關 憲政機關到鄉機關 有多少單位 一個單位如果30萬啦 一千個單位多少 三億 你自己看 所以說不要小看這些網軍啦 他們真正是拿錢有在辦事啦 也算有拿錢有辦事啦 這有職業道德 但是他們內心的良知呢 沒有良知的問題 嗯 我只要上面交代我什麼方向 我就 可以這樣 自己去邊走去途轉 去處理到 變成好像他們才是對的 所以這一批人真的是太厲害了 而且這個原來不是說 我說我自己土法煉鋼找一些人 原來看起來都公私化 公關化 他本來就公私化了 為什麼說民進黨 大家在講 國民黨也要發展說 我要跟網路要跟年輕市長 怎麼只有民進黨 我常常在買國民黨 國民黨他就說一句話 我們沒錢 民進黨以前不是也沒錢嗎 你國民黨錢不是很多嗎 民進黨還不是把你國民黨拉下來 那你現在就不能嘗試 沒錢做沒錢的事 你去計畫 你去凝聚你的支持者 啊最沒有嘛 還有你們的立法委員 地方議員 鄉政長 他們自己的助理就可以當了 嗯 助理就有一份薪水了嘛 嗯 啊共體時間 沒錢不是問題啦 國民黨現在就一句話 他沒錢怎麼養網軍 網軍一定要當初民進黨也是沒錢啊 是這一群年輕人 啊譬如 那個 那個什麼 楊慧如 啊啊 楊慧如他也是從事政治工作啊 以前 以前謝院長謝堂廷 文化基金會的時候 他也是黨公子啊 黨公而已啊 啊他為什麼 會大家都認識他 就是磨練磨練 一個縣市一個縣市的去伴侶活動 什麼他們以前都在我底下 謝院長在選總統 謝長廷選總統的時候 我是全台灣的競選總部 活動部主任 全台灣活動都是我負責 所謂國慶哥你在講說 現在這些所謂的公司的負責人 或是這些所謂的網軍 他們過去其實跟民進黨 就是一起在辦活動 我跟你講嘛 以前在我單位 那個什麼敏林 高敏林 對 高雄的 現在內湖港湖的這一位 議員還是立委 立委啊 高家瑜 高家瑜 他也是 他也是 我那時候趙天麟 那時候他沒有擔任公職 也是在我的活動部 卵昭雄 我的執行長 現在新一代就已經中間份子了 顏勝貫 顏勝貫 很多 都是一群年輕人 大家都是有共同的目標 去努力 結果建立了很好的人脈 他的助力 大家都可以做這些工作了 所以一定會有過程 所以說 我覺得國民黨 真的在空軍這個區塊 真的要加強 要加油 不要一句話沒錢 民進黨 散得整個拖去的 真的民進黨 我們以前還要繳錢啊 要繳錢啊 所以 民進黨也可能是窮怕了 現在有的資源 他想辦法不能再窮下去 不能再窮了 這是兩極話啦 兩極話啦 我跟你說 以前 主皇部你知道嗎 主皇部 朱元璋是 明朝 明太祖 明太祖 你那邊看 五好將 跟老闢 他對一個起吃 起吃起來到 紅地 那是傳說過來的嘛 那當朱鴻武 很窮很窮 窮到 窮到沒有未來日子 沒有明天的時候 五好將 就是 這群人要扶起 鑲山打下去 後來 五好將 七十五台海 五天白 晉孝董 上五春 一個一個站 走 狡兔死走狗噴 兔死狗噴 鳥進工廠 對 現在中國還在傳說 劉伯雯還沒死 因為他知道一個一個斬了 下一個就是他 他跑到山上去躲了 環境不知年 現在還找不到 劉伯雯的 屍體 所以大家還笨到說 哎 耍丁給我米劉伯雯 現在跟以前差不多嘛 兔死狗噴嘛 鳥進工廠嘛 其實民進黨 有很多優秀的 這些老前輩的這些人 小英總統不用 你像蘇漢智 蘇漢智縣展 他的行政能力很好 他一開始 大家都認為他是內政部長 財政 財經專家 許天才 哦 許天才 他是真的財經專家 他也當過市長 一個台南縣長 一個台南市長 對 這一些優秀的人 他不用 他用一些 以前國民黨留下來的 國民黨過來的 這一些比較會把玩派系 比較會操弄的 這一些人都在他身邊 都變成紅人 好沒關係 你剛才講的那些綠營前輩 都來上我們節目 都來 都來過 都沒來過 對我以後 你要請他們來 請他們來講講看 從 相同的理念 從街頭一路走來 到執政 整個過程 嗯 他們會不會覺得 切心 心不冷 他不是一定要當官嘛 嗯 但是他是國家的人才 國家培養出來的 也政黨培養出來 他不屬於政黨 對 他是公共財 嗯 不要分黨派 國民黨 國民黨留下來的 也有很好的政府官啊 你要去延攬他們嘛 嗯 這一些都是公共財 不是屬於政黨的 嗯 你要去改善處理 這個 沒有 就是 你會去討好人的 會人大腿的 會說好聽話 大家都有機會啦 啊這麼故意單純的 有一點格調的 有一點尊嚴的 風鼓的 風鼓的人 哎 你最好是不要講話 你也不要出現 啊因為你不聽我的話嘛 這不是國家之府嘛 國家之府要找一些有風鼓的 嗯 你看 林佳龍要下台 蘇貞昌不讓他下台 那為什麼不讓他下台 為什麼 不兩個不同拍戲啊 對啊 為什麼這麼聽林佳龍 蘇貞昌想說你林佳龍下台之後 所有苗頭就對準我了 擋子彈就是我第一線了 我當然要抓住你的背板 哎躲一下躲一下 哎要打前面這一個 哎 這個時刻當然不會讓他下台 啊 但林佳龍說真的啦 我跟他也蠻熟的 很熟 我們都有在 LINE 他是真的第一時間說 他看到這種狀況 他沒辦法接受自己 我覺得那個可能很衝擊 他當下第一時間 他就說要他辭職 我還鼓勵他 說真的啦 朋友還是在嘛 哎 雖然在不同領域工作 你就鼓勵他說該辭職就辭了 我說因為救災優先嘛 啊該辭職就是一個封骨 他是第一時間就要辭職 結果呢 他也不佔戀那個位置啦 其實在那邊工作 上面還有老大 老大對他又沒有關在眼神 出事情就要找他 那當然 其實 有封骨還是很多啦 對啦 而且其實 其實我覺得支持者 不管你是國民黨支持者 民進黨支持者 我們對待每一件事 要針對事情來看 不是因為他是民進黨的 啊就對他不好感就攻擊他 即使你們給他一點溫暖 他會覺得說 哎 社會蠻溫暖的啊 國民黨支持者 他們也沒有辱罵我 他們也沒有批評我 他們反而要鼓勵我 那讓他覺得說 他是為國家在做事 不是為政黨做事 那如果他出了問題之後 大家就一直攻擊他 他覺得說 我還是靠這邊才有一個溫暖 那邊完全是 那邊完全都辱罵我嘛 那所以說我現在我從以前 民進黨幫民進黨講話 到現在 我國民黨也罵 民進黨也批判 哎我反而朋友有多了 對 我反而朋友有多了 因為支持國民黨的朋友 他們也不會罵我 嗯 他們不會罵我 就是有時事說實話嘛 對有時事說實話 啊所以我也呼喚所有的網友 真的有風鼓的政務官 不管他是什麼政黨 都要給他鼓勵 像這種 你看林家隆他現在多委屈 他上面不准他 反對他的這一些國民黨支持者 你看做做 又不敢辭說要辭 又沒有下來 這不就蘇貞昌的計謀嗎 對啊 我就讓 盡量罵 盡量罵 他要把他吃黃蓮嘛 你罵都罵他了嘛 你看阿波羅的啊 第一時間就要辭職 結果他不是 還在那個位置 其實上面不批准他 不簽給他 他有什麼辦法 那為什麼要不批給他 因為 還好你黨在第一線 你們要罵就罵這個林家 你們罵到累了 事情就過了 台灣人齁 臭頭批子 如果落下就不知道怎麼聽了 台灣人真的很 很健忘 批子下去 不記得說你想像過程 不知道人聽了 所以林家隆現在他是 但是真的 內外齁 你加工 他真的很煎熬啦 我不是幫他講話 因為他已經有辭職了 問題上面不不准 這邊的人就會罵他 好假鬼假怪 假殺人 說假要死人 其實也沒死人 也是戰戀之位 其實不是嘛 那是不是整個矛頭都像他 不會像蘇貞昌演長 這個國慶哥的第一線的觀察 啊你如果林家隆下來啊 現在大家都又追求啊 人家林家隆都負責任下台了 你蘇院長你都沒有責任嗎 你還有那個臉留在那個位置嗎 整個包袱就像他 啊你剛剛跟蔡英文的 蔡英文有沒有要把林家隆留下來 還是說這局我不碰 你們自己搞定 其實喔 林家隆 他跟蘇院長 本來就不一樣 林家隆是屬於立法院院長 政國會 政國會 郵新君 郵院長 這邊 那至少郵院長跟小映總統 小映也是要再看郵院長 多少一點民主關係啦 但是他還要 考慮到蘇貞昌的感受 其實都互相牽制 出相關聯 他如果太佔領這邊 蘇院長 雖然貴為行政院長 如果要去立法院 郵院長要把你撈開不太簡單 對不對 要撈開很簡單的嘛 他要上台還要跟 郵院長一級講的 所以國慶大哥是覺得說 蔡現在也有點 有點為難因為派系之間 所以他有點是 先旁邊這樣子觀看 他不會為難 他只在意他的玩物正量啦 欸我這邊這邊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快 我突然看到時間到了 但是我今天要準備 可能跟國慶哥聊的問題 只講到一半不到 哈哈哈 下次一定要再繼續請國慶哥來 我比較難控制啦 我講個議題我都會賺到旁邊去 我好喜歡聽喔 就很多我不懂 但是我這邊一定要唸一個抖內 是Truth Justice 他說國慶兄是內行人 只要貼身觀察民進黨才瞭解民進黨的本質 國慶兄以後要常來中天做客 我也覺得真的 希望下次來台北一定要跟我講 然後最後他有一個小要求 他要請你現唱一首 你唱個兩句 我現在聲音真的 對啊一直在咳嗽 唱是沒問題啦 問題是我現在的聲音 因為我 剛剛你們都看到咳嗽咳得很厲害 他這幾天都咳到聲音都殺癢 這個聲音唱出來 達不到我平常水準的十分之一 歌手是有 那我是自己在打自己嘴巴 不是像我們那隨便唱唱隨便走音沒關係 歌手有歌手的這個品質的堅持 哈哈哈哈 我們賣個關子留一個懸念 下次國慶哥來的 他聲音今天可能感冒或是聲音沙啞一點 下次好一點的時候帶來一首歌 就不是放 我不想砸自己招牌啦 唱出來達不到十分之一啦 而且那個YT會一直放 這個看起來一定會熱播 對 但你們我跟大家講啊 跟大家報告你們直接去搜尋我的歌就好了 打臨國慶 我的歌 很多啦都是我自己創作自己寫的 那個 目前179萬點閱率 179萬 看能不能衝破兩百萬啦 好啦幫忙一下 然後 然後這邊我先問線上朋友說 希望國慶哥下次再來幫我這邊加1一下 一定我看好多人今天留言 希望下次再來 那個加1的都是我自己安排的啦 都是你安排的 我要數數看有幾個 我的網軍 我要往金花 抱歉 抱歉 好啦今天真的很謝謝國慶大哥 來到我們的綠野仙桌 希望下次跟我們一起繼續冰斗啦 好不好 好啊今天很辛苦 我要上4個鐘頭 好謝謝 謝謝國慶哥 等一下要3個鐘頭 好拜拜 拜拜 我們直播到此結束 拜拜 拜拜